1 请点加 增加一个报告 然后2 我们画资料表 所以在这边 第三 我就勾产品纸类别 我建议先把它的这个格式设大一点 所以请点第四 格式直 把直设大一点 因为等一下我要知道 这些纸类产品 它的获利率 首先我想知道产品纸类别的获利率 网组右键 2 请点新增量值 接下来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去算获利率 分纸是不是获利 它其中有一个栏叫获利 分母呢 交售额 当然这是出的获利率 因为你还没有扣掉晚销费用 所以在这个地方 获利的加总在以示范里面 加总你会用哪一个函数 S1 SU 当我现在输入SU 然后方向键往下 然后接下来我要提取这个函数 请用键盘最左边一个Tab键 它就提取上去了 再接下来我就要去找获利用方向键 接下来如何把获利提取上去 Tab键 这个又刮符 你这边SUM刮符 Column name是不是已经输入好了 所以在这边 当你输入了这个又刮符 它下面的提示完全消失 代表说你SUM做好了 接下来我的分母就是销售额的合计 一样 SU用方向键往下找 然后Tab键提取上去 接下来我就要去找销售额 用方向键找到销售额之后 再用Tab键提取上去又刮符 最后我们记得要把它打工 它就放进来了 因为它是一个百分币 点这个百分币 然后小数位 12.47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所有公司的出货利率 12.47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